一个园区148元食道海南菜 没有多快乐 甜甜口的烟口 至少还有点脆口感 平均14块8一道菜 挺适当的 吃开心了 哈喽这里是辣辣油 今天咱们去吃青阳区 粤菜好兵房top1 在西南财大这一边 148可以吃食道海南菜 就尘尝一下 其实海南菜也是粤菜的一个风支 所以它们有共通之处 下午三点半店里还有几桌客人呢 哈喽你好我一位 哦随便做 行 碰到粉丝了 哦谢谢 真的呀 终于在这里相遇了 缘分我跟着 好不好吃 挺好吃的 还可以 我试一下 你们付过钱了吗 哦 他们是先付钱的哈 老板我团了一个这个四人餐 可以帮我上吗 帮我上吗 嗯我吃不完打包 这家其实在成就开了可久了 之前想来吃来这儿 一直没来 因为好饼上是方便无力的 有的觉得性价比很高很迟到 有的又觉得很失望什么的 跟最近成都的是差不多了 必须要吃一点没吃过的 谢谢 红沙热 对 给我整了两个大包子 淡肉大包 流沙淡黄包 你们先吃 你这是舍的 包铁比较蓬酸 馅料聚集在中间 香菇有一点点烟 没吃到馅的时候 将是叉烧包 包裹了一坨 点黛黄 不好意思 咸黛黄被我吃了 只剩肉了 偏咸口的 我先喝点吧 就刚刚前面早餐点 随便对付一口的包子差不多 没有那么经验 看怎么吃 红烧肉 偏咸口 咸骨的感觉 放了一些沫 嗯 瘦肉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柴口 特别像食堂的红烧肉 或者是鸡肠里的红烧肉 不是太想着味道上的惊艳 吃个小包子 挺大的 咸淡黄不流心了 干干的 配红烧肉吃 就整个我像在学校吃食堂 肥一点 鸡肠肉如果拌菜吃 拌馒头 就刚刚好 削减了它的盐度 它小小的一盘分量来贼多 而且都是肉 没有下面给你淀土豆啥的 很良心 用香叶做的红烧肉 香叶八角的味道会有一些 哦 好嘞 谢谢 还有一碗椰粉 和食材 炒一下 谢谢 我看了它们最招牌最好评的是这个 大鸡翅 热乎骨 大鸡 事先炸过 点的时候再进行复炸一次 这么快好吃 吹到这个鸡翅了 表下油水风银 吹吹嫩嫩 外面的面衣极其的薄脆 有点滑起来 二两鸡翅 仿佛提前果 什么香料粉 特别像 鸡翅没得说哈 属于你在小吃摊里边的经验款 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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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给你们拍一看了 太超人了 鸡翅 鸡翅就会做美图 这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完全一点老的口感都没有 这香味属于 慢慢的味进了肉里 骨头缝隙中 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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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连吃两个一点腻的那种都没有 吃开心了 吃开心了 它的油软 就像你吃了一口 很强热骨的 外酸内润的油炖子一样 点小鸡翅也很香 鸡翅 鸡翅 有点小鸡翅它炸饱了 其实已经在骨头上啃不下来 这个火候刚刚好 咱们俯称的小鸡腿 是根不纬 这种感觉真的有一点像在海南的景色感 好海鲜也被我上来了 海南腌粉 花生米 腐猪皮 后牙 腊肠 粘稠的酱 我们给它拌匀 分量也很大 平均14块8一道菜 挺值当的 细稠的米线吃起来还有点脆口感 炒的挺好的 属于家常中的好吃 如果我大学时常有这个粉 我会每天都点一份的 和我的胃口 甜咸口的椰粉 和一般爽滑的米线不一样 小夫妮在吃脆嫩的厨身面 喜欢这种广稚的新鲜酱油 将料和粉一起吃 到最后逐渐有点变成像在家里吃的 各种绿豆芽鲜获炒粉丝 有一种老北京和菜的感觉 可以吃到像青薯片一样的 还有一些猪肉末的 口感层次蛮复合的 我女生的都是这样 太扎实了 这家餐厅随身长工作的 上班的时候来对吃一口 当工作快餐来吃它就很不错的 奶茶也很有特点 奶茶下面是炼乳 搅拌它 茶味比较重 有一种泰式奶茶加炼乳的感觉 炒海鲜 炒猪杂 有洋葱的鲜甜味 有热心脚口的肠脏 可以吃到它独有内脏的香气 独打一个甜咸口味 上 有些小肠脑 我看点评以为它会很咸 如果炒出来还可以 在可接受范围内 用的油类型有点多 嘴巴吃完油亮亮的 这种炸灰炒在一块 挺有口径的 这炒菜思路 拼合了油多不怪菜 你觉得在家里看奶奶茶 就盘体像这种油 可能说油多才香 一酒喊就不喝了 炒海鲜 还有一尾虾呢 这些猪肉片 木耳 芥兰 还有扇贝 海鲜的味道略嫌比刚刚猪杂 咸口一些 虽然就是甜咸口的味性 但由于在海鲜 它饭饭本身的味道 让这一盘变得跟猪杂 完全香味是不同的 甜咸口只做打辅助 剩下就是看割食材 割写神通 发挥它自己的魅力 一边有四个大萨 有一点炒出了干锅海鲜的感觉 再整点平鲜豆瓣加花椒 一整个春式干锅小海鲜 虾肉不连不死 适度的Q弹 也没有那么的紧实 这个价位吃到这样的 可以了 我一般吃这种干锅里面的虾 没去虾线我也懒得去了 虽然吃它们的大萨贝 人家的炒海鲜是真的有虾和萨贝的 小哥这里有白米饭吗 来一碗吧 谢谢 因为这一碗有点咸 必须要配着饭 我才能把它吃完 咱们吃的时候也要追求它最美味度 你们如果觉得它太甜的话 也可以选择不将炼乳与奶茶聚融合 甜度会简单一些 刚出锅的 来当狗呢 我把它扣上去 让它热气挥发的快一些 这种感觉你们知道吗 特别像你把家里面各种剩菜 我的剩饭大一半 让你莫名觉得很好吃大杂烩 这样一叠子刚刚好 味对了 配饭把他的盘里的油也给吃了 油润油香脏 老俗吃开消饭 尝一口旁边的生菜 清爽的炭生菜 不错 整个炭的滚生了 去掉了生菜的那个生的气息 配上鲜甜口的酱油 但怎么有一股茶色味 一百四十万的炮餐 能把人吃撑 多人俩以必须追求 这个炮餐的性价比 简单的点个鸡翅 还点一碗银粉吃 加个奶茶足够了 这个性价比算高 但适合三到四个人过来 给我干饱了 我从今天是微酸醋 其实日常在餐厅里面 我不会点这一档 我在翻阅评论的时候 其实看到 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它 觉得它上出了水准的身材 鲜甜酱油跟广式的还略有不同 里面像加入了一些其他的香味料去熬煮 咖喱一半 咖喱的颜色特别金黄奶香 就那种鹤金色 像流沙咸蛋黄一样青黄金黄的 奶和咖喱的配品都非常饱和 感觉是独属于海南菜的独特咖喱风味 它的鱼丸其实很像我们日常吃的那种墨鱼丸 它切开油炸了之后 泡在咖喱汤之中 走的来说美威度要轻一点 但这家餐厅呢 咽下去再说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烤大鸡翅 你觉得可以饱腹的一家餐厅 评价清明 性价比无敌 姐姐我可不易把这两杯打包呀 瓶子吧 午时真的喝不下了 这不是我点的 都是那个食道菜里面的 再回去放冰箱里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刚刚好 一个就可以了 姐姐特别可爱 对那个姐姐说要两个杯子 这个姐姐说就要一个就行了 那我弄完了两杯 果然赢得就很需要的 跟另一个姐姐说 我看吧 是不是就一个就可以了 好啦 那今天的海南老花茶就吃到这里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 评论和收藏哦 午安 晚安 拜拜 太值了 你们家那个炸鸡吃 特别特别好吃 我特别喜欢 外酥里嫩 这一家味道像妈妈的食堂 不那么敬业 但家常还OK